当下的感动 今天的行动 有一位小宝宝 他的名字叫做Scalot 在出生的时候就发现 他的左手臂有异常 经过诊断之后 发现他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肿瘤 为了保住性命 医生切除了他的左臂和左肩 包括他的锁骨 当时他才一个月大 但在医院却做了19次手术 当别的孩子们 都已经开始阑珊学步的时候 他却只能待在医院里 不过坚强的Scalot 还是乐观健康地活了下来 现在的他已经两岁了 Scalot的爸爸妈妈 一直想要他们的女儿养一只宠物 一只跟他有着特殊联系的宠物 能够陪伴他一起成长 鼓励并且安慰他 终于在圣诞节的前夕 他们在电视上 看见了一只Duck的小猫咪 这只名为Duck的猫咪 只有三条腿 在车下去暖睡觉的时候 失去了一条腿 因为残疾 他一直没能够被别人领养 Scalot的家人一眼就觉得 这只猫咪正是和他的女儿一样 能够一起成长的小伙伴 在圣诞节的前夕 Scalot终于和Duck见面了 Scalot指着Duck断了的那只腿 又摸了摸自己缺失的左手臂 对妈妈说 妈妈 我们都不完整 现在 这只三条腿的猫咪 已经和Scalot一家 生活在了一起 也许 我们的不完整 正是因为遇着对方 才会变得完整 当下的感动 今天的行动 103.8A Radio 与您一起同心学习